洛杉磯 荷里活频繁发生肇事途日 居民敦促官员采取措施 聖诞节当晚发生了一宗暴力的肇事途日事故 居住在荷里活101号高速公路附近 Kawangar大路的居民 敦促洛杉磯官员采取防护措施 增加道路的安全性 受影响的居民Rich Kane 指 聖诞节当晚一架失控的汽车 在他家门口之外发生了碰撞 King 的监控攝像头映下了事故的全程 当时这架汽车偏离道路 先是撞上旁边的树木 然后撞上了一架停在路边的汽车 在晚上8点半左右停下 洛杉磯警察局表示 司机逃离现场之后 这一宗车祸正在作为 肇事途日的一宗重罪进行调查 一名乘客严重受伤被送往当地医院 当局指星期二凌晨 一名司机在荷里活驾驶着SUV 撞向四架停下的汽车 然后同样逃步逃离现场 King 指 在新冠疫情之前 每个月最少都会发生一次 而且总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的晚上 通往高速公路的Karangar湾道 已经被证明是危险的 他敦促该个城市采取措施 令到这条道路更安全 好像是安装灯光又或者是减速带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